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夏季气温滤创新高 在阳光高温曝晒下 热腾腾的公园邮剧 成了孩子们看得到 却玩不到的城市装置艺术 立法委员何志伟 台北市议员钟佩玲 新美市议员戴伟山 特别就邀请 玩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 召开记者会 呼吁主管机关 应该要正视高温屡创新高 别让热伤害 剥夺孩子们快乐的童年 别让热伤害 剥夺孩子快乐童年 立法委员何志伟 台北市议员钟佩玲 新北市议员戴伟山 与特工盟组长林向如 呼吁主管机关 正视公园邮剧热伤害问题 何志伟也提出 优先采用自然材质铺面 金属材质邮剧增加遮印 考量纳入水务细水设施 降低邮剧温度 以及增加都市氯化等 四点具体改善方案 我们的诉求很期待 就是说 第一个 我们应该在卫福部 儿童的游戏设施的 这个自主检查表当中 应该针对热伤害 有一个遮阳的检验项目 第二个呢 在沙坑家长陪伴区 特别是金属材质的邮剧 应该要加入遮阴 而且应该要纳入未来的验收标准 甚至未来的检验项目之中 那第三个 在日本其他的先进国家 正常国家里面 太热的游戏器材 这些不管是公家的 还是私人的 他们都会喷水雾 那或者是细水设施上面 他们都会有遮阴在上面 让小孩子 让家长 让阿公阿嬷 让爸爸妈妈不要出去玩一圈回来之后 不是直接回家 而是直接去就医 那其实不管是游戏 游乐器材 不管材质 不管塑胶 磨石 紫金属 木头 或是没有遮影的沙坑 其实你这样 30度高温的烈日曝晒 表面都会非常滚烫 这已经到50度了 刚才有讲了 这个50度60度 都已经会造成小朋友烫伤 这小朋友有办法玩吗 那其实在特工盟呢 我们2016年呢 我们其实也去做地点的实测 我们在5月 5月 不是现在7、8月 是5月早上9点 我们去大安森林公园实测 这是我们实测结果可以看到 橡胶地点 已经高达 50.9度 是早上9点了 沙坑呢 是38度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材质就差了12度 所以其实用沙子 历石或树皮木屑 这些自然的松散铺面 是非常有效 可以降低游戏场整体的温度 台北市议员钟佩玲表示 台北市有邮具的公园 有442座 其中有35座邮具 彩金属制 虽然公园处经检讨后已改善 但比例上仍然很低 而新北市议员戴伟三则指出 在金属邮具旁 立立牌 要求孩子穿厚衣裤玩溜滑梯 是不是太残忍了 我们会在一些 这个金属的邮具旁边 我们会立一个新的立牌 那这个立牌里面就写说 这个夏天这个温度很高 请大家一定要穿上厚的裤子 跟长袖来玩耍 一个39度的高温的环境 你要孩子穿上牛仔裤 穿上长袖 甚至穿上外套去玩 那这不是太苦了孩子吗 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 不要只是用一个立牌去解决 我们希望做到更根本的改善 那也就是从这个公园整体环境的改善下手 那无论是遮阴 无论是更多的这个清水的设施 我们希望让孩子可以一下课 可以一放暑假 都可以自由地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游玩 在过去包括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相关的名义代表反应 不断的反应之下 其实公园处他们有做一些改善 也就是这35座是金属制的这个游具游戏场 已经有做了一些遮印 但是呢 相较于其他全台本市442座来说是远远不够 因为会产生这个高温热伤害的 不但不只是只有金属油具而已 刚刚向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料 我们包括这个黄色的塑胶滑涕就有44度 这代表说不见得是金属的油具才会伤害人 其实塑胶的也会 那所以说在这个全台北市有442座的油具 现在面临到的就是有遮阴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特工盟组长林向如指出 根据问卷调查显示 禁酒城家长反映游戏设施 白天表面过烫无法游戏 还有半数孩子希望增加细水和遮印设施 我们希望主管机关要研议儿童游戏场 具体的降温散热的计划 那我们有以下三个建议 第一个主管机关应该要要求 在儿童游戏场设计的时候就要考量 把遮阴就纳入设计里面 那刚才有提到卫福部这个 儿童游戏场设施安全管理规范里面的 这个有个副表 儿童游戏场设施自主检核表里面 可不可以新增一下 去设置遮阳的这个检查的项目 那你有去检查如果呢 这个游戏场的区域没有大树 没有树可以遮印的话 我们就要规划人造设施啊 我们不能等树长大 小朋友童年不能等 尤其在儿童禁止不动的这几个区域 例如说座位区啊 就是休息区啊 沙坑区 还有刚才提到的金属表面 都应该要特别增加遮印 避免长期曝晒的这个过烫的问题 那第二个 在儿童游戏场呢 我们应该优先采用自然材质的铺面 我们刚才已经有看到 自然材质一样的曝晒条件 一样没有遮印 它们可以相差12度 所以当我们已经换用自然铺面的时候 整个环境的吸热 就不会这么的多 那第三个建议哦 游戏场哦 我们应该要可以去设置水雾 跟细水的游戏场 来降低整个温度 像这个水雾装置呢 刚刚有提到嘛 可以降低温度 那细水游戏场更是小朋友 这样 来我们看 小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这样的游戏设施 但是呢 我们全台哦 将近7000座的公园游戏场 只有不到40座 有类似这样的设施 这个占比非常的低耶 只有千分之五 那我们希望主管机关 卫福部可以具体的要求 全台各个地方政府 在游戏场发包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三个 我们刚刚很具体提出来的 这三个建议 这个降温的建议 可以写入发包的需求 现场台北市公园处 也提供经验 表示针对遮印法规 把遮印跟结构共构 或设计成可拆式的 并不会触及建筑法规规范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而台北市南港区 拥有许多好玩的 儿童游戏场 其中东阳公园 八米高的魔王塔 挑战十足 小朋友想要留六米高的 留滑梯前 还得过好几道 难以不同的关卡 一起来敲敲 从六米高 蜿蜒的留滑梯 留下来 过程相当刺激 这里是台北市南港区 东阳公园的 八米高魔王塔 被称作魔王塔 是有原因的 因为小朋友 要到最上层玩 留滑梯前 还得手脚并用的通过 星际穿越墙 夏绿地的网 飞碟爬山区 及魔王攀岩墙等关卡 我们将整个游戏场 它可以会训练到 小孩子的一些 肢体发展的一些元素 全部融合在一个 我们的东阳的魔王塔里面 那这边是一个 八公尺的魔王塔 那它的那个滑道有六公尺高 那小孩子如果要上去 溜这个溜滑梯的话 它中间有五道关卡 那每一道都可以训练它的 那个肢体平衡 或是它那个手脚的那个协调 对 那它一关一关爬上去之后呢 然后再从那个六公尺高的 那个溜滑梯上面溜下来 这样子 那我们主要就是在这个 比较场地有限的一个 空间里面 游戏场里面 我们希望可以整合许多的 那个游戏的元素 那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 比较有一个高度的 就是有众生的一个 那个魔王塔 让小孩子可以在里面 尽情地畅游 这样有特色的魔王塔 也吸引许多家长 带着小朋友来体验 连外县市民众都慕名而来 只说对小朋友很有挑战性 觉得它造型比较特别 特别 这比较特别 对 然后有点挑战性 对对对 它说他们要看这个 玩这个 我说好啊 可以啊 就这样 小朋友最喜欢的 还是六米高的溜滑梯 不过过程中的爬绳攀墙关卡 也很获欢迎 那个超大的溜滑梯 为什么 因为它会腿 一直转一直转得下来 那中间过程会不会很困难 爬来拿去会不会困难 有点 会喜欢哪一个家门 中间 因为呢 中间都有很有挑战性 那溜滑梯呢 也很好玩 不只好玩 在挑战过程中 大小朋友更能学习互助合作 寓教娱乐收获满满 其实在这个游戏场里面 还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 做一些互动 那有些比较大的哥哥姐姐 就会 像我小孩子 如果某一关 如果可能比较爬不上去 爬到那边没力 那些大哥哥大姐姐 他们就会拉他一把 对 那其实在这当中 其实就是一个互动 就是大朋友和小朋友之间的一个互动 其实这就是一种社会相处的模式 而在中庆园区旁 以丛林为设计概念的 三重世贸公园 也很受大小朋友喜爱 尤其这座摆档绳索 是现场人气最高的邮据 因为三重世贸公园 在接近那个中信园区那边 那其实那个假日的时候 其实也是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 去那边游玩 那那个摆档绳索上面 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小孩子 就站在上面 就尽情地做一个摆档 那这算是我们南港区一个 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游戏设施 除了东洋公园 与三重世贸公园 在南港区还有以三铁供购为发响 设计出飞天火车的南星公园 以及采用东北角碟山地形 为基盘设计 儿童游戏场的新兴公园 也各具特色 好玩又好拍 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 一一前往体验 享受美好的亲子时光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圆明会与考选部在国家考场的 国考艺文走廊举办 《眼界之旅》 原住民族摄影作品展览 让应考人和陪考人在考试之余 能够透过展览 欣赏原住民族的文化之美 这张名为寻根的照片 是王晴毅的作品 里面是穿上这身服饰 找寻最初的荣耀 听着他细细分享 作品意向与创作理念 会发现照片不仅仅是记录当下 更是蕴含着许多思想 圆明会与考选部 在国家考场的国考艺文走廊 举办《眼界之旅》 《援助民族摄影作品展览》 让应考人和陪考人在考试之余 能够透过展览 欣赏原住民族文化之美 从我有意识 就是重视这个族群的时候 我自己决定 就是不管是在作品 或者是在任何的 因为我们爱艺术 所以任何的东西 形式上我都想要 就是有圆明的成分在那个里面 然后就是一路 因为高中大学 都是跟艺术有关系 然后好不容易最后 我想说在我的壁展 大四壁展的时候 我就想说冲一波了 然后大家也知道 原住民有十六族吗 那我就想好 大四就是要疯狂一下 所以我就决定 就是在我的壁展作品 呈现十六族给大家看 然后让大家知道 一方面知道说 这个每一族的族服的特色 然后一方面也让大家知道说 现在到底有几族 那其中里面就 我是担任里面的太魯格族的部分 那从这整套作品的里面 我觉得有两个感动 一个感动是 当我穿上自己祖服的那一个瞬间的时候 然后在街头被人家看 用异样的 因为他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 因为你很莫名其妙 穿着一根这么美丽的正装 在路上走路的时候 然后我又在捷运里面 然后又在路上 然后又要过马路 然后就是那个心情很特别 然后但是走到最后 我觉得我就是要展现给大家看 我的服装 我的正装就是这么的美丽 然后就呼应到 这次比赛的一个主题 呃 虽然就是 呃我是太魯格族的族群 虽然外表不像 然后讲话也不太像 然后但是我愿意尽我的本分 慢慢找回遗忘很久的根 这是不容易的我知道 但是时间就是这么长 我还是有时间可以去弥补 我心中的那个遗憾 那根是所有的一切的一个原点 拥有这个就是 圆敏协同是我的荣耀 对 尽管没有身份 我觉得也无妨 这个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国境在招募人才会做广告 但是我们做公共人才的招募 从来没有做过广告 所以我们就需要 透过这样的开箱方式 让各部会 让包括地方政府 为我们国家社会所做的事情 让大家更知道 那今天配合我们原住民的特考 原住民委员会 感谢我们 比江巴陆尔的主委 来这个大力赞出这一场活动 那先提供我们原住民族文化赠美 让大家来进一步的认识 那当然相信以后 如果有机会也可以让大家更知道我们原住民族委员会 还有原住民族在部落的工作 公务体系在部落工作 能让大家更知道 更了解 那我相信也会有更多人希望到原乡去工作 来服务我们原住民 服务我们台湾的社会 很多我们的原民通常都知道 以为以前考试研考试研 都只是考试的地方 结果现在连我们的文化都透过这个地方来做介绍 很贴心的让我们考生心情不好 考试不好的时候还可以来看一下 或者休息一下 搞不好这边也有考古题可以看得到 一定有一定有 所以光这一点 我们原民会同仁用掌声谢谢考试部安排这么好的地方 最后 真的 原民会或者是地方政府今天有这么多的行政人才 这个是 40年来 30年来 20年来 每年 考试研跟考试部 为我们举採 考出非常优质的原住民的行政人才 让我们 行政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展览共有44件作品 分为四大主题 岁石剂以呈现原住民风年纪 火神纪及飞鱼纪等文化内涵 传承族群文化与认同价值 上海警官以原住民附落为主 感受大自然节奏 部落风情 透过原住民生活的围观细节 感受文化的丰富与活力 人物服饰则呈现原住民的面容及服饰特色 我想我们政府成立了原民会 也是要凸显彰显这样的精神 对我们原住民文化的重视 原住民族的重视 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 这一个原住民文会在我们考试部大陆 主办这样的活动 那今年的原住民特考 我看了资料 今年有1551个原住民考生来报考 数目比过去两年稍微多一点 因为我们为了要确认 确保这些来报考的原住民 它真正的原住民 所以我们过去两年加了这个语言的门槛 所以使这个报考人数一下子掉下来 但是现在慢慢的又回升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透过语言的确保 认证来维持保护我们原住民的文化跟语言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目标 我们希望有我们的原乡 就是由我们的原住民的乡亲来担任 原住民治理自己的原乡 这是更重要的一个地方 建立这样的一个平台来 共同讨论或者是研理我们现在原住民考试的一些相关议题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不足的录取的 或者是说当时我们非常担心的原住民考生的那个 报考趋势越来越低 刚刚新新委员特别提到了 就是我们有很多议题 必须是找教育部 我们考选部 还有保修会 当然还有用人机关 我们原民会一起来共同研商 我们现在所命令的一些议题 那去年一整年下来 我们有很多比如说教育部那边 我们就透过也拜托教育部 在透过这个原住民学生资源中心 它有一个跨区的一个联盟 那协助我们跟所有的原住民大专院校的学生 鼓励他们来参加原住民考试 国家考场为了增强与大众连接 提高考场附加价值 三楼设为国考艺文走廊 借着国考意象与人文艺术结合 让各界快速认识国家考试严格与发展 同时作为英考人减压移情的空间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本安路821项 四弄后项是大改造 与附近的地景建南碟园生态步道融合 台北市政府鼓励市民配合污水用户接管 回馈给用户美化建设 希望提升民众的接管意愿 台北市污水下雪道建设将后项美化了 污水接管普及率是现代城市进步的指标 所以台北市卫工处借着后项美化 希望可以提高民众接管意愿 我们主要是希望说透过后项美化来宣导 还是一样推动我们台北市的卫工的污水下水道的推动 我们台北市的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已经到81.5% 那目前我们是朝向2032年能够接管率达到90% 那希望说每一年能够以1万户的接管率来推动 那当然因为接管的方式大部分都是从家里房子的这个后项 那这样的一个连结我们希望说不只是让他周遭的环境 不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维建扩建 另外就是清洁的工作 我们希望做环境的整洁能够透过在后项的整体的整理以后 让他达到市民可以在后项里面家庭的活动 甚至烤肉或者是说他家里的一些休闲都可以来使用 那我要谢谢当然包括我们陈小康里长 以及陈禀府议员积极的争取 帮忙大家让整个环境不只是更加的漂亮 增添了城市美学 也让大家在行走后项有一个更友善的空间 那我们这一次也结合建南迭园这样的意象来做一个发想 那当然我想也要谢谢我们施工团队 还有每一位参与讨论参与在整个施工过程的伙伴 当然在中央也谢谢王洪威委员 他也非常关心我们北安里各项的建设发展 所以也谢谢我们议员刘才会议员 大家在议会的支持 那最重要要谢谢我们的老市长 黄大洲市长一直以来他每一次碰到我 都再三的耳提面密 说台北市一定要做好绿美化 所以我都会把大洲市长对我的提点放在心上 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持续推动绿美化 城市的美学 我们希望把台北市打造的不止更漂亮 更宜居更友善 我们就从北安里这边开始 好吧 其实污水下水道的工程 是地底下的良心工程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在地底下他看不到 但是非常重要 我们从民国61年开始就在进行污水下水道工程的建设 到目前为止 我们接管的普及率 台北市达到了81.54% 全国的平均也只有41.65% 那光是我们北安里这里的接管普及率也都有高达80%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不断的往前推进 这条后巷原本破灭老旧破损 卫工处在106年完成污水用户接管 结合当地著名景点建南碟园 彩绘后巷 近20种蝴蝶品种办零散步 当初我们这个建筑是融工处别我们盖的时候 它规划就非常完善 然后它后巷特别的大条 那第二个因素是我们李明 非常的自制力非常的高 做了非常好的管理 所以说在我们的后巷 根本没有违章建筑 也没有居民乱堆杂物的这样情况发生 所以说具有这两个先天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所以我们就被这个卫工处给选上 先来做我们的卫生下水道的工程 然后在地面上的话 就结合了环保 结合了这个观光 结合了休闲 结合了文化的意涵 把我们的这个建南碟园的这个蝴蝶 跟引碟植物的这个元素的话 引到我们的这个后巷 在卫生下水道工程表面上的这个部分的话 来协助我们做美化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政策的这个体现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市长 还有卫工处的处长 能够给我们这么多的这个 这个利多的这个政策的支持 非常的感谢 现在台北市的用户接管普及率是81.54 所以接管户已经超过了91.5万户 所以我们目前台北市希望说透过用户接管 提高普及率 那我们透过这个后巷美化的计划 提高民众能够愿意接管的意愿 就是我们在吹动用户接管的同时 也会把住户后巷的铺面一起做美化 那今天这个北岸路这个后巷美化 又结合了当地的环境的特色 因为这个附近就有个建南碟园 那所以我们跟当地的建南碟园 有的那些蝴蝶来做发想 所以我们在这后巷画了20只蝴蝶 都是建南碟园里面有的蝴蝶 用户无水接管可以改善环境卫生 减少臭味及蚊虫滋生问题 卫工处表示目前台北市接管率是全国第一 将持续推进接管普及率 向宽大于3公尺 且总长度大于35公尺以上 就可以申请特色美化 由卫工处免费施作工程 记者温云郡张启腾台北报道 鸡房及非法机上核经销商强力查验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核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和50万元罚金 品室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搞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为了要推广台南凤梨果干 台南市政府与连锁便利商店合作 只要到便利商店购买双麒麟 就可以免费拿到一包台南果干 感受双重好滋味 台南市长黄伟哲示范用台南道地凤梨果干 当汤匙挖着双麒麟 香农双麒麟搭配酸甜果干 在口中交融出双重美味 为了推广台南凤梨果干 台南市政府与连锁便利商店合作 推出买双麒麟免费送一包凤梨果干 让消费者体验在地美味的创新吃法 我们全家Femi Ice 双麒麟 加上我们台南优质凤梨的果干 一起结合起来成为 在夏天的尾巴里面最受消费者欢迎的 大家知道台南市是凤梨的最大产地之一 但是全家也是最优质的便利操场集 两者强强联手一定能够带来 给大台北区的消费者最优质的服务 明年台南就是400年 台南400年从1624到2024 有非常多的活动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 我们举办了台湾灯会 也办了台湾国际篮展 所以明年跟今年都是丰收的年 其实在台湾应该在凤梨的这一块 应该大家知道最著名的一个产区 就在我们台南 台南的这一个凤梨的果干 其实这一次特别我们把它 以这样单片装来搭配我们的 全家的双起零 其实它达到一个可能在以往 在吃的这过程里面 更加的有一个创新 那也给消费者一个 支持我们在地农产的 这样的一个特别上面的一些体验 市长黄伟哲表示 台南凤梨品质优良 产量丰富 产量占全台的15% 凤梨之香实至名归 今年更以多元加工 延长保鲜期的果干为行销策略 延伸农产品的价值链 我们跟农粮署合作 它帮忙我们做生产履历 跟全家便利招商合作 能够带来我们优质的产品的组合 因此在这边透过这个通路 我相信也是未来我们台南很多好的果品 好的这个产品 农客产品行销的一个管道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前面这一个果干 上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标志 就是我们这个产销履历的标志 这个是我们这几年 农业部一直在推动的 生产安全安心的 以及可追溯性的一个农产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章 那当然也许后续有一些合作的机会 可以开发一些类似果丁类的 直接加到我们双麒麟里面 这样的口感又不太一样 8月23号起 只要到全台超过2000家连锁便利商店购买双麒麟 就可以免费获得一包凤梨果干 限量40万片 邀请消费者在夏日一起品尝 好运成双旺旺来的独特美味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为了避免民众因为夸大不实的广告而花冤枉钱 甚至延误病情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112年上半年 违规广告查气的成果 总共开罚326件 财罚2743万元 明明是食品广告 却标榜可以抑制发言反应等医疗效能 还有宣称皮肤美容 风胸等夸大词句 通通都被卫生局依法开罚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上半年违规广告 查其成果 共开罚326件 财罚2743万元 其中食品238件 财罚金额1759万元 金额最高 那在这一次的一个公布来讲的话 我们又公布前三名累积 财罚金额较高的一名业者 那第一名是中华海洋 升级部分有限公司 它在上半年是总计财罚173万元 那主要的话 其实我们举例是 公司有一个叫做小分子 特长唐交的这个食品广告 它在广告内容已经涉及疗效了 那累计第二名的是 七宝创意有限公司 它在上半年累计金额是83万元 那其中我们举例一个 雷七六八风银这个产品 那实际上它在产品广告里面 有宣称到的词句 有讲到所谓的贫富美容跟风修的词句 这个已经涉及到整体的一个 夸张益生物解 所以我讲53块 第28条的规定 那另外第三名的话 是我们的权力专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那上半年从累计金额是66万 那我们举的例子是针对这个公司 有一组法国专利进口的 蔓越莓一生菌跟维他命C的一个组合 然后它在整体的一个产品的广告展现上 宣称它有湿密处的保养的词句 也是这几夸张医生物解的部分 陈怡婷科长指出 以违规广告媒体分类统计分析 网路263件占80.7%最多 而网站违规广告则以公司官网131件最多 那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揭入整个广告的一个 违规广告的一个走向跟趋势 那目前来讲的话以台北市 台北市揭入的结果还是以网路广告是居多 它发生的违规的比例居高 那它占80% 那其实是电视的部分是8.9%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 人灾宣传物 包括你们在市面上会看到立牌 看板 海报 传单等等这样的6.4% 那如果就网路到底是哪一些网路途径会进行违规呢 其实最高的还是各公司的观望 那它是以131件裁判金额119万是最高低利的 那另外大家关切的社群媒体的部分的话 依序违规的一个建树跟金额 第一个是脸书 Facebook 再来是 Instagram 然后还有我们 Line 所以这边其实还是要提醒 网路购物的一个风险其实是非常高的 卫生局进一步分析违规食品广告已宣称提升免疫力类占第一位 而违规化妆品广告则已宣称促进细胞活动或胶原蛋白增生类占第一位 今年上半年还是以异力提升为主 这个跟前两次公布其实差不多 那比较特别的是第二名皮肤美容类 那个前几次都已经落到后面了 那可能是口罩洁净之后 这个部分的话可能皮肤美容类的违规广告又出现了 那第三名跟上次去年111年一样是瘦身美容的部分 那以化妆品来讲的话 其实常见的一个违规广告持续前三名 最常见的就是促进细胞活动还有胶原蛋白增生 那其次为消炎消肿或者是除皱除蚊等等 所以其实在这些广告的用时上 衛福部都有发布相关的认定基准 让我们的业者在制作广告的时候去判断哪一些可以说哪一些不能说 卫生局呼吁凡是广告内容太神奇 太吸引人都需要提高警觉 民众可以参考包装或标识上相关资讯 或请教医师营养师等相关专业人员建议 切勿听信夸大不实或宣称具有疗效的广告 以免破财伤身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在这里来看齐柏林看见台湾 十周年摄影巡回展开跑楼 即日起到九月十后在松山文创园区与你相见 透过沉浸室的体验重新认识你所在的台湾宝岛 齐柏林看见台湾电影上映时 改变民众对台湾的印象与想象 除了认识美丽宝岛外 也聚焦环保推动 时隔十年齐柏林基金会筹划 看见台湾十周年摄影巡回展 首站在松山文创园区一号仓库登场 透过空中影像互动体验沉浸式氛围 唤醒观赏者内心的感动与省思 团经教育如果是停留在课本跟教室里面 很难引起过游 学生也很难放到新闻里面去 所以我父亲在以前 他会想到一件事情 如何去推广给所有人 展览就是一个方式 我不知道猜错各位 他们看起来都很年轻 对啊你有没有人在将近二十年前 在中正纪念堂看过我父亲的展览 想必那时候大家都还是学生嘛 对不对还不会很没有印象 那二十年前如果没有印象 六年前不知道大家有来的印象 当我父亲刚离开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比喻异异的地方 在松山我们办的纪念展 那在这一系列的展览之中 每次参览观完的人回去 许多人对自己的心里就有种新的想法 新的示娇 你知道我那时候来这边参观 然后带朋友来看 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这里是哪里 第二句话是台湾会下雪 就是这样的部分 就有时会发现 我们对自己的土地不是这么的熟悉 那唯有用看见的方式 唯有你认识到 反正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才会去改变 我们很遗憾也很难过的是 齐柏林离开了我们 但是我知道很多很多的朋友们 都希望继续维持这样的精神 也是因为这样有这么多的企业 都在跟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那么 今年是刚好十周年 我们在过去齐柏林去世以后 我们一连串的时间 举办过很多的展览 包括刚刚我们主持人特别讲的 我们从建山到竹岸到印河到密城 从山到海岸线到都市到河川的风貌的变化 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曾经有的美好跟哀愁 然后我们也很希望让下一代的孩子们 能够得到这些资源 所以基金会在过去这段时间 不断的在小学中学 邀请这些学生们 邀请他们的老师们 来参观齐柏林对于台湾所造的这些照片 同时我们也到各个学校去放映这些影片 引起他们对环境 珍惜环境的那种爱心 我们也看到有多少学生 都产生那种热情 那么很重要的 我们也是希望 齐柏林的过去的一些作品 能够把它用数位的方式 把它注明出来 展览从竞场开始 就是震撼人心的空拍视角影片 因令你走入齐柏林的飞行时光轨迹 接着阅读台湾这片土地的美丽与哀愁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出席开幕记者会 响应齐柏林影片传达的静灵永续精神 我想齐柏林导演所带给我们的 就是对于台湾这片土地 它呈现了美丽与哀愁 以及齐柏林导演在电影画面 眉目当中 它对于这片土地 它所带给大家很多的期盼 但也有很多的担忧 台北的确是齐柏林导演的故乡 所以我们非常荣幸 跟基金会一起合办 这一次十周年的摄影群回展 其实在看见台湾这部电影 我看了非常感动以外 我认为它的几个旁白都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其中有一句讲到 它说大家都在意房子的价值 每一瓶的价钱 却不在乎明天是否安全 所以不禁让政府让民众开始深切的反思 当我们在享受很多物质 或是在期待很多经济不断的成长 但有没有思考过我们可能要付出的代价 一点亿滴的累积可能造成这片土地的破坏 我们也没有想过 所以我想十年了 齐柏林导演他带给大家的 是生死在每一个人心中 对这片土地 我们的关心 我们的热爱 以及我们要怎么样付出行动 所以身为台北市长 我们一直很努力 也希望追随齐柏林导演 他的一个理念 我们希望让这座城市 让环境能够永续 落实在很多我们的市政政策当中 这场摄影巡回展 在松山文冲园区展出到9月10号之后 会陆续到高雄博尔艺术特区 台中文资园区展出 让更多人看见台湾土地的故事 延续这份感动的力量守护环境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曾经在民国59年 以云州大卢侠 开创台湾电视史上 97%的收视率 被誉为人间国宝的 黄俊雄大师特展 在大道成戏院登场楼 除了展出剧本手稿 搜集文物外 更搭设了主题实景 重现招牌 主角实验文 藏进人 黑白狼军等经典的决战时刻 云州大卢侠史燕文 万恶罪魁藏进人 布袋戏经典人物角色 在黄俊雄首席弟子王毅 及曾武洲掌中剧团的演绎之下 重现经典桥段 也为展览揭开序幕 云州大卢侠 曾在民国59年 创下台湾电视史上 97%的超高收视率 黄俊雄大师 更被誉为人间国宝 获得42届行政院文化奖的 殊荣与肯定 同时布袋戏 人间国宝 黄俊雄纪录片 也在今年上映 而如今荣旧创新 金光布袋戏教父 黄俊雄特展 正式开展 更是别具意义 布袋戏 我们家族已经传承到第五代 那 其实传承在这个时代来讲 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现在的娱乐形态太多了 所以布袋戏它最缺乏的 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就是新的群众 因为我们布袋戏 在主流的娱乐当中 它还算是一个小众 所以 今天这个展 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是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 比如说Y世代 Z世代的年轻人 来了解布袋戏 那其实布袋戏 它有很多 许多有内涵的内容 然后 很多艺术层面的东西 那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 他们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这样子 关于创新 其实我们 金光布袋戏 已经做了 非常多代的改变了 从我父亲把 从8吋偶改到 12吋 18吋 22 甚至到33吋的偶 然后从 固定的眼球 改到现在是有眼瞼的 这种电视偶 那还有到后来上电视之后 做了一些特效啊 然后还有结合动画等等 这些改变都一直在做 那父亲给我们的教育就是布袋戏它一定要随着这个时代 现在这个时代流行什么 我们就得追上它 对比如说现在最夯的就是AI 所以未来我们也会跟AI做配合来做布袋戏的创新 我们就个特展叫做荣旧创新啊 当初我们艺文处跟整鲁洲跟黄小姐 还有王爷老师我们在谈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在整个台湾这个本土的这个传统戏曲 布袋戏掌重戏的一个发展当中 黄俊雄大师他所扮演的就是一个荣旧创新的角色 也就是说黄俊雄大师他对于我们这个本土的布袋戏的一个发展 他的角色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 就是把布袋戏传统布袋戏到现代创到现代的这个布袋戏 他是一个可以融合过去传统的精神 然后有开创新一代的一个布袋戏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个讲叫做荣旧创新 这代表黄俊雄大师他在台湾布袋戏的一个发展 一个推广当中他扮演这个重要角色 意义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开始 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希望在我们大道城戏院这个剧场 做这个特展他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希望能够后续有更多的有关于这个黄俊雄大师 他在这个布袋戏发展这个构成当中 他的贡献他的创意 我们继续的做一些推广 让台湾我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能够认识 很难得的我们台湾本土的这个传统艺术价值 特展以金光布袋戏教父黄俊雄 传承创新布袋戏的脉络为主轴 展出剧本手稿 收藏文物 作品精华片段 以及三代同堂口白传承的珍贵影像记录 让参观民众了解人间国宝黄俊雄的神平事迹 展场更搭设主题实景 重现招牌主角史燕文 藏镜人 黑白狼军的经典决战时刻 我们有一些就是早期的偶头 其实是那个我们的非常忠实的戏谜 它协助我们提供的 对 那这些偶头它都是原来的样子 它没有重新粉刷过 就是在50年代的时候一直流到现在 那还有一些像是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布袋戏歌曲是 电视布袋戏里面很重要的元素 那也有一些很经典的这些CD啊 唱片的收藏在这边 那这是平常比较少见到的 对 所以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来逛这个展 荣旧创新金光布袋戏教父黄俊雄特展 即日起到12月15日在大道成戏院八楼特展区展出 展览期间还推出布袋戏精品手作 及布袋戏操偶教学工作方 相关课程资讯可上大道成戏院脸书专页查询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前往基隆市长照机构提出证件 80岁以上的长者不需80两表就可以直接申请看护移工 陪同的基隆市长系国梁也表示赞同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在基隆市长谢国梁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沛祥等人的陪同下 参访基隆市信义社区市长照服务机构 侯友宜表示家庭如果有失能者 每个月要负担五六万元 加上其他花费支出很可观 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得起 因此一定要改善来减轻长照家庭的负担 所以今天我来到长照机构看长辈 我把我面对的灵验 因为巴斯亮表的明艳 经济要增加 巴斯亮表跟医病关系产生冲突 再加上又造成更多的失联的外籍刊路跟邦庸 典建杂志特别做了一个调查 有七成以上的民众 要求对巴斯亮表重新做检讨 甚至废除 那台湾面对2025 超高龄社会 我们要全新减好如何去照顾长者 让人能够在医疗照顾健康跟经济上 可以得到完整的照顾 所以我特别提出来 我们要有一个对巴斯亮表重新评估的方向 这也是我最主要的目的 同时也让很多的家庭照顾者 可以回到职场来 来看我们的长辈 非常的开心而且欢迎 但最主要我觉得 非常有魄力的 提出这个80岁以上就废除这亮表 这个事情对于台湾的很多 需要照顾长者的家庭 真的是一件非常大 而且很重要跟他们的家庭照顾 切身相关的一个政策 我觉得这个非常高度值得肯定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家家户户 都有长辈要照顾 那唯有引进更多照顾的资源 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长辈照顾好 但是我们未来也会配合我们 总统参选的政策 我们会推动把家居家的照顾 以及我们基隆 现在正在积极推动长日照 因为长日照在新北 做的是非常好 但是在基隆 那边有一位我们杨玉鑫处长 我们都一直很努力 在推动长日照的资源照顾 但尤其有我们侯友宜总统参选人的 这个很清楚对于家庭长者照顾 有实际帮助的政策提出来之后 我相信对中华民国的家庭 未来一定更有帮助 所以希望侯友宜 林沛祥 大家在基隆 一人一票 支持他们两位 进入总统府跟立法院 来大家打拼 谢谢 侯友也提到 希望透过就业安定基金 直接补助雇主 聘用台湾看护 提升薪资及工作环境 并提高劳工的就业竞争力 重点就是要来减轻家属的负担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一年一度的基隆中原季 放水灯游行 昨天晚上热闹登场 轮值主谱的郭姓宗清会 跟各姓市宗清会 出动各式花车 搭配精彩的表演 吸引了许多市民 和外地的游客 感受中原祭典的热闹气氛 疫情解封后 首度举办的 基隆中原季 放水灯游行活动 由郭姓宗清会 轮值主谱 活动规划的各项游行 和表演 吸引许多民众 夹到观赏 那以前有出来看过 中原季的活动吗 有 可能疫情结束了吧 就会比较期待 这一次的游行 就会很期待 这一次的表演 有什么会不会更多的队伍 这样子 2023奎卯年 基隆中原季 已经是我们郭姓族谱 透过中原季 悲天悲人的情怀 以及情竹融合的包容 展现 展现 展示 基隆 无形 文化 资产的魅力 国梁想要补充的就是说 在这个基隆良好的基础之上 我们希望 我们的中原季 一年比一年 可以增加更多观光的元素 更多文化的元素 及更多娱乐的元素 我们用最感恩 最谦卑 而习福的心情 来感念 我们的先祖 祝福我们的未来 继承我们的文化 传承我们的历史 我向所有来宾 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也祈愿 基隆市的繁荣 发展 平安昌盛 那从去年年底开始 四季跟郭姓中心会 又开过许多次的工作会议 那我也陪着郭姓中心会 向中央的观光局 文化部内政部 还有许多的国营单位 也申请了许多的补助 所以我相信 今年的郭姓中心会 主办的活动 在四季向中央 争取的预算之下 一样他们活动的过程 会把你的敬善敬美 那我们现在呢 是那个答案揮手的呢 就是我们 基隆市多元文化发展协会 以国际移民的概念来 就是有一台花车 那也是在二月份的时候 有来自各个地方的 移民朋友跟市长建议 希望说在中元季的 这个庆典当中 也可以让移民的文化餐饮 除了餐饮外呢 也让他们学习 也认识一下 我们基隆的传统文化 今年中元季游行活动 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立委蔡世英 与市议会多位议员到场参加 还有美国在台协会 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 法国在台协会代表 即来自日本韩国的 姐妹市市长和议长等贵宾 还有新北市长侯友宜 也来到现场 观赏中元季游行活动 今天很开心我们的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市长 来跟我们一起参加我们基隆中元季 我想可以帮基隆增加很多的热闹 带来很多的朋友 那也欢迎这个全国甚至海内外的朋友 包括我们很多姐妹市的市长 议长 大家一起都过来基隆共襄盛举 我非常开心国梁市长 跟所有的议员跟所有的市民 参与一连一度 基隆最大的盛事 就是中元节最大的文化活动 要去看到市民煮花针放水灯 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 这在国梁市长指振底下 每一个基隆市民平平安安 我来沾他的光 希望我们国家也平安 人民也平安 市长谢国良表示 基隆未来将努力规划推动 让中元季能增加更多观光 文化娱乐的元素 并逐步朝向国际化迈进 欢迎国内外的游客 在每年农历七月来造访基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